好 大家好 我是追影 现在继续我们的全荒202 凤云再起加强版的对决解说 现在必须拔猴子 二匹依然是他的主力游历 我们来看这台的对决 猴子直接打了个逆项 但是没有连上连招 再打逆项 还是被游历防盗 这个游历简直是很犀利啊 可以叫他游历犀利了 板齐犀利吧 叫他 别叫游历了 现在游历直接偷下盘 橡皮杀 一个16连 猴子有失去大半了 猴子要小心 哎 头下盘必杀没连上 反而被游历来了个反杀 我去 这猴子要哭了 这次 又被这个游历空中封位 直接拿下 现在来看K49出场 这只机械臂啊 哦呀 机械臂也是拿他没办法 游历实在太犀利了 好 再跳 他这个波是忽 大忽小啊 你看 又来一个大波 这个节度掌握的是非常的好 哇 其 不行了 不行了 好 再刺 连续的刺 连续的刺起来 再来一大波 再刺 机械臂也要挂掉了 上 被防到了 哎 巧妙的还是把游历干掉了 这个龙手被防到了 也是武功手 有点像武功的样子 我们来看克里斯 打这个机械臂啊 好 再来 好 继续来 哦呀 被克里斯一脚踢死了 来看他的第三个人物啊 一批的 哦 拔续 哦 又来 再来 玩去 把这桌下盘没偷到 好 再次寻找机会啊 萧峰抓起来 葵花点起 连续的再接这个八字女 柴华勾起来 这是一套二十七连 这不在限定人物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极限了 我感觉是极限了 反手 我是没见过二十八连的 如果不是限定人物 好 再追 继续追 一个跳臂 把这个克里斯拿下 好 现在进行到了刺激的第五场啊 琢磨出场 好 八神首先来一波 AB闪身过去 直接偷下盘 接连招 上抄臂 太帅啊 要不要太帅 现在琢磨已经失血大半 逆向打过去 向必杀 也是非常的溜啊 哎 现在八神情况不好啊 八神要输 确实输了 红一下 这までは終わらんぞ 回来啦 我来说吧 我来说你一定的被膠捕了 你来说你明明看 我来说在这个车人里输入了 都没说我来说你 对我来说你 我来说你能忧啊 我来说你能忧估了 在这个车人里输入去